今天我们接着来讲 汤姆索亚历险记 小岛历险 中午 他们依旧用咸肉和鲜鱼做午饭 饱餐一顿之后 哈克便提议 海盗帮全体出动 到沙洲上去找乌龟蛋 这时正好汤姆也恢复了精神 三个人便举着树枝出发了 他们来到沙滩上 拿着树枝在沙堆里四处戳着 运气好的时候呢 他们一窝就能弄出 五六十只乌龟蛋来 当天晚上 他们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煎蛋 饭后 他们欢呼雀跃地向沙洲奔去 水流从他们腿上冲过 时常把他们冲倒 这种冒险给他们带来了 极大的乐趣 有时候 他们在一起打水仗 大家都拖得光溜溜的 一起钻到水里 在水里扭打成一团 然后猛地钻出水面 相互喷水 等玩到累极了 他们就跑到岸上四肢朝天 往又干又热地沙滩上一躺 拿沙子盖住自己 过了一会儿 又冲进水里再打一次水仗 他们还在沙滩上演马戏 因为角色不好安排 结果台上出现了三个小丑 很快 大家都累了 没劲儿闹腾了 三个人在岸边坐下 望着对岸若隐若现的房屋 大家的心情又开始低落起来 汤姆发现自己总是情不自禁地 用脚趾在沙滩上写 背起两个字 这让他对自己大为恼火 恨自己意志薄弱 乔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 他非常想家 想妈妈 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终于他忍不住哭了起来说 朋友们 我想回家 不如我们回去吧 哈克低下了头也闷闷不乐 汤姆说 回家有什么好玩的 这里多自由 还能天天钓鱼 游泳 可是不管汤姆怎么劝 乔都坚持要回家 最后他穿上了衣服 汤水走了 汤姆一边骂他胆小鬼 一边看着哈克说 乔要回去就让他回去好了 咱们俩一样可以 终于 哈克也对汤姆说 嗯 我也要回家 咱们待在这儿越来越孤单 汤姆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嗯 我在岸边等你 哈克开始东一件西一件地收拾自己的衣服 哼 你们尽管都走吧 没什么好说的了 汤姆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 希望那两个伙伴站住 可他们俩仍旧在慢慢趟着水往前走 在和自尊做了最后一次较量之后 他终于直奔两个伙伴 一边跑一边喊 哎 等等等等 我有话跟你们俩说 他们俩立刻站住了 转过身来 汤姆走到他们跟前 把那个秘密告诉了他们 他们起初闷闷不乐地听着 等到明白了他的真正意图时 便欢呼雀跃起来 连呼太妙了 就这样 海盗帮依旧是三个人 吃完午饭的时候 哈克贝利照例抽起了烟 汤姆和乔看得心里痒痒的 都表示想要学抽烟 哈克贝利就给他们做了烟斗 哈克贝利就给他们俩做了烟斗 让汤姆和乔按照他的样子点上火 汤姆尝试着吸了一口 只感觉一股刺人的味道 冲击着他的舌头和口腔 他觉着非常不舒服 可是却不愿意表现出来 乔也是同样的情形 不一会儿 汤姆和乔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仅嘴里又苦又辣 胸腔也闷得难受 乔站了起来对哈克贝利说 我的小刀好像掉了 我得去找找看 汤姆也站了起来说 那我去帮帮他 两个人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树林里了 哈克在原地等了许久 也不见同伴的身影 便起身去找他们 他首先看到了躺在草地上的桥 只见桥脸色苍白 嘴里还时不时的吐唾沫 而汤姆就躺在离桥不远的地方 样子同样十分狼狈 但是哈克不知道 他们是因为抽烟引起的 还以为他俩生病了 那天晚饭和以往不同 汤姆和乔都保持了沉默 晚饭后 哈克贝利又拿起了烟斗 也为两个同伴预备了两根 但汤姆和乔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 夜半光景 空气闷热逼人 似乎是要变天了 不一会儿 远处划过一道亮光 隐约照在树叶的上面 只一闪就消失了 这时候穿过森林的枝叶 传来了一阵嘀吼声 几个孩子仿佛觉得 有一股气息浮过脸颊 以为是幽灵来了 吓得瑟瑟发抖 又一道强光照亮了树林 响雷紧随其后 仿佛就要把孩子们头顶上的树梢 一披两半 之后又是一团漆黑 几个孩子吓得抱成一团 几颗大雨点 噼里啪啦地砸在了树叶上 快伙计们 快撤到帐篷里去 汤姆喊道 他们撒腿就跑 孩子们相互呼喊着 可是风吼雷笑 把他们的呼喊声 完全盖住了 不过是眨眼之间 雨室就如同开了 阀门的水龙头一样 倾盆而来 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 冲回了露营地 在帐篷底下躲了起来 又冷又怕浑身湿透了 不一会儿 狂风吹断了绳子 把帐篷卷走了 孩子们只好手挽着手 逃向河岸上的一棵 大象树底下避雨 这时天空中 风雨电雷交加 狂暴至极 最后的一阵暴风雨 更是威力无比 似乎要把这个小岛 撕成碎片 烧成灰烬 再把它吹得 无影无踪 后来 可怕的暴风雨 终于过去了 森林再次 归于平静 这场暴风雨 再次加深了 孩子们回家的决心 遮挡在他们 营地前的那棵 大梧桐树 被闪电劈倒了 逃过一劫的他们 在暴风雨过后 心情十分欢畅 大概是想到了 回家的日子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明天精彩继续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